中国呢 从我们的利益出发 从我们了解的信息出发 所以在俄乌冲突当中 选择了基本上这个中立的立场 对吧 然后呢 对我们自己的实际影响呢 中国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有点影响 但影响应该是很有限的 那个那么 那老外呢 不是这么看 这个老外主要是那个西方了 就咱们中国呢 对自己的看法 和外部对我们看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中国多数人呢 就是很接受中央的说法 我们还是发达农国家 虽然美国佬最近捣乱了 美国中医院415对林票 说我们是发达国家 那是瞎捣乱的 我们还是认定 我们是发达农国家 然后跟外部发达国家差距挺大 人均GDP虽然上来了 但还是排60名吧 所以中国人呢 对自己的看法挺冷静的 但是外面还真不太一样 现在无论发达国家 发达农国家 对中国看得很重 比我们重 那个我记得那个近年来吧 就从过去五年看 171819啊 那个跑到像巴基斯坦 以色列 那个泰国 那个 罗马尼亚 匈牙利 他都说你 你就是超级大国 就没有商量 你说发达农国家 他说你不对 那个 这是假谦虚 他以为我们是假谦虚 知道吧 我不是很真诚的认为我们发达农国家 他们认为你假谦虚 那美国那边呢 那个看法中国就是确实是劲敌 因为好多美国学者说 这些年看上去是美国人咄咄逼人 其实中国是战略进攻 知道吧 你搞一带一路 等于就是把他统治基础 在那挖进 然后呢 搞金砖银行 是吧 然后 搞你的平台 上河在扩容 金砖在扩容 对吧 提很多新理念 那个 然后呢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在那个Swift系统里面 比例并不是很高 二点几一直没怎么着 但是Swift以外 是吧 那个货币互换特别多 所以实际上那个人民币 到底 国际化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不能就是简单用那个 以前那个Swift系统来看 那只是一部分 知道吧 那个所以 也站在美国角度 确实 中国是进攻的 特别是那个15年 一年搞俩银行 金砖银行 和那个压投行 这对美国震撼很大 因为像军方 因为大国博弈 一个靠经济 靠科技 那个军技 科技 军事 这三个硬的 硬实力 那按照美国军方看法 中国这个增长太快了 对吧 那个 军舰向下轿 这时代 那中国 很多网民 凡尔赛 对吧 外国这个国家 太厉害了 比中国还厉害 你站在脑外角度 气都气死了 有很多国家 他一年就几十吨 美国最多 美国排第二十四万吨 那你想想 中国二十万吨 美国十四万吨 其他所有国家 加起来八万吨 那怎么跟你比 所以这就是一个 基本的情况 就是关于对中国的认知 中国人看法 和外国人看法 是不一样的 那么因此 导致具体问题 就麻烦了 中国人说 在俄乌冲突上 我中立就很好了 是吧 然后呢 我适当出来劝和 说别打大了 别打到那个 北约国家去了 然后也不要搞核大战 核大战 大家都完蛋 最好不打 最好停火 这是我们中国地产 老外说 你这不够 你得发挥重要 你得强迫他们 特别强迫俄乐师 这个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他有点强人说 我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 可能还是更符合实际 对吧 我们就是个方伦国家 然后对具体问题影响很有限 所以我们呢 只能非常有限的 做起点作用 就是呼吁不要扩大 战争扩大 大家都倒霉 这个我们可以 而且我估计大部分国家 也支持这个立场 另外呢 对当事方 中国可能 也确实会发挥一点影响 就劝他们 别再打了 停战可能很难 先停火吧 先不死人吧 中国肯定这个工作在做 但是现在 坦白讲来 就是效果是有限的 对不对 核心原因 就是刚才 你提那个问题的 出现就是说 内外认知差距的核心原因 就是对中国的人是不一样 是吧 我们还是 这个认定 我们就是发挥的国家 然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认为就是跟美国平行了 超级大国了 那美国就认为你就是全球战略对手 对吧 所以他这个认知很不一样 认知不一样 当然就影响到对具体事务的发展 于是就有点夸张 我们在俄乌处理上的结果 然后就有这种 我刚才讲的那个期待的错位 对吧 这个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我们就反正做好自己的事 在国内好好发展 在具体问题上 就能发挥多少 发挥多少作用 就完了 至于说外界怎么看 我觉得那是第二位 好 好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